我希望把刚刚这个网页里面的东西 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 刚刚是威力财 如果今天我要改成什么 抓什么 抓这个大乐透 OK 大乐透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其实你会发现 像大小顺序 其实你不抓 好像也可以自己 因为你可以用什么 不过这边可能你就是要把号码 先丢到List里面 List里面有个方法 叫点Sort方法 Sort就是可以排序 Sort完之后 你再把Sort排序完的结果 再把它由小到大 Print也可以 不过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你在思考程式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石头杂志的脚 如果简单你就简单处理 像人家画面上面就有人 你又不要没事 因为你写完之后发现 好像没比较简单 直接抓起来比较快 那你干嘛还没事 一定要把它写到串列里面去 对 所以也特别是可以 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 恐怕有时候你在思考写程式的时候 要去注意到 是可以 但是没有比较简单的话 千万就不要自找麻烦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慢慢写程式写球的时候 对 有时候干嘛自找麻烦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有时候程式不是说你那边 写得很复杂就比较厉害 写得很复杂 我看来是完全不厉害 只是自找麻烦而已 OK 我觉得比较厉害是说 对 对 就是这么感觉 就一枪毙命 对不对 就像说你那个狙击手 我觉得很厉害 啪 一下就把那个人给 对 你用那个机关枪 扫来扫 扫来扫去 奇怪 打不到半个人 那你在干嘛 对不对 这样的有很厉害吗 对 所以比较厉害是 一枪毙命 这样子 感觉就是最好的 我的想法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们的那个写程式的那种 怎么样 应该是习惯或者写 怎么样写 会让你写的很流畅 然后写的又很愉快 慢慢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就可以走得长远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 写程式是一种 好有成就感的事情 如果一直有成就感 你当然会很研究在这里 但如果不是的话 每次都一直撞壁 一直撞壁 一直卡关 一直卡关 谁会想要写程式 OK 因为这项专长 在目前跟未来的职场上 非常需要 这种人才出现 但目前想找不见得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培养很困难 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出来吧 真的要把这项专长 培养起来 有那么简单吗 就因为不简单 所以不好找人 不好找人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物以稀为贵 对不对 那物以稀为贵的状况发生的话 就是如果啦 那个专长随便找就一把就一堆 那变成是公司在挑人 那如果你这个专长 怎么找都找不到 适合的人 对的人的话 那变成 以前是你 人求是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是求人 就变成你是要挑 你要不要去的 而且有时候你的薪资待遇各方面 也会是他要给你比较OK的状态下 对不对 所以这当然是相对的关系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我要改一下 假设我要把威力彩 改成抓大乐透的话 那其实城市不太需要改 为什么 因为概念都差不多 哪些地方不一样 一 大乐透按右键取得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区块 它也叫box02 所以你会发现box02 我刚刚有查过了 总共会有四个区块 这一块 这一块 所以这个是零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这是三 它的index编号 所以有四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这一块的话 那其实怎么改呢 第一个 我干脆拿这一个 我现在写的这一段程式 这个模组 我把它怎么样 我把它就是在复制贴上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在这个 我在写的 把它复制 copy贴上 写的有点乱 然后这边的话 也叫台产 名称的话 也许我给它取名叫大乐透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大乐透 这个名称呢 就区别一下台产 或者你给它一个 简单的名称也可以 第一步 然后并且把它开起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一样是找什么 contents box02 可是呢 它不是第一个 所以呢 记得你一定要把它改成什么 fine就不能用fine哦 你要用fine all 但是你fine all的话哦 它变成说 会找到那四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 威力彩是零 隔壁的话 好像乐盒彩是一 那我们是 应该是二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丢过来的这个spe里面 就有四个区块的东西哦 那我要的区块是在第三个区块 所以呢 我就在spe有没有 1后面加一个中瓜 那不是零 也不是一 我要二 二的话呢 实际上 就会是刚刚好 是哪个区块呢 是这个区块 就是大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区块 所以这边是 如果fine all的话呢 那这个是零 这个是一 这是二 所以我这个区块 好 第一个搞定 第二的话呢 就是找这个里面的号码 那号码部分的话 它不是green 它好像掉yellow 所以这边检查一下 这个把它改一下 它的这个图上面是yellow 然后输出的话 一样是红色的 所以这个不改 所以我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div后面 这个地方改成这个东西 其实就green改成yellow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开出顺序好像一样 0到6 大小顺序呢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改 第三区的话呢 应该也是一样 所以也不用改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输出结果看一下 理论上呢 如果看到结果呢 跟这个地方一样的话 那表示我应该就是做到 我要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直接输出看 这个就是这一堆 然后执行 OK 把它save一下 再弄一下 是什么 再弄一下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看一下 这个区块好像OK了 就要跑到这个区块 跟这个区块 一模一样 这没有问题 可是最后这个发生什么问题 attribute 它是说什么呢 它print这个红色这个区块 它说这个find 它找不到那个区块吧 我看 就这个区块 div v v 哦 不对 应该是什么 这个 不能用spe 应该用什么 诶 少加一个这个 有没有 因为刚刚呢 我们是找第一个 就是 哦 刚刚那个 我们用find 这边的话是用find 哦 所以要针对spe的那个区块 应该是第三个区块里面的红色 去找一下 应该这样OK的 执行一下 这样都OK的 应该是 是不是一号 最特别是号是一号 这样就可以把它 通通抓下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有时间 最好是可以把 台彩 这一期的 所有号码 通通抓下来 并且 塞到资料库里面 把 OK 如果你给每一期都做的话 那你就会产生历史资料 有没有 每一期 音色音吐进去 每一期音色音吐进去 那这样不就 你就可以累积下来了 OK 不然的话 台彩好像一段时间就换了 换了旧资料 他不晓得有没有 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让人家抓 如果没有 那就这个资料都不见了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有 网路上好像有一个网站 专门是不止一个网站 很多网站 他把历年来 所有的 号码通通都把它 抓下 就是都把它 建成资料库 放在网路上 供人家去下载 只是说 当然如果你要全部下载下来的话 恐怕最好是用爬虫 不然的话 总页数 有些那个页数都几百页了 那你怎么办 几百页 用人工慢慢去抓 所以尽可能试试看 换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我爬大乐透 其实没改什么东西 其实只是把什么 fine 改成fine all 所以什么时候用fine 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用fine 或者只有一个的话 那用fine 可是如果很多个的话 那你一定要fine all 然后要知道说它是排第几个 那你就把那个第几个的资料 抓过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要掌握那个Beautiful Super 这样的写法 其实倒也没有太困难 ok 因为一个网页 基本上现在新的网页 都慢慢会有一个遵循固定标准 就是如果一个板块 一定都DIV 所以你会看到DIV 就蛮正常的 除非那个网页 是超过十年以上的网页 如果超过十年以上的网页 就很少看到DIV 早期会做那个板块的分割 都不是用DIV 之后才用DIV DIV就一个板块一个板块 那以前的板块 通常是用table 用什么 用表格来做板块分割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网页里面 很多table的话 表格的话 那表示 这个网页应该有点历史 应该要被改版 ok 像什么网站 待会看到一个 叫Yahoo!股市 有没有 Yahoo!股市那个网页 一看就知道是很古老的 一直都不改版 有没有 看起来就觉得 好像是有历史的感觉 有没有 因为它那个网页的风格 一看就觉得 好像就不是怎么很新的感觉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试着抓取 那个 换一个 比如说大乐透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 开奖号码 然后最好 大家如果可以 全部通通把它抓下来 把它塞到资料库 ok 试试看 好 salt 好 好 啊 好 好 明年